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新手Market Newby期权交易系列第九期的教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介绍了怎样构建垂直价差期权 我们分别学习了牛市价差策略 用可乐构建,买入一个可乐的同时 卖出一个行权价格更低的可乐 还有熊市价差期权策略 用葡萄构建,买入一个葡萄的同时 卖出一个行权价格更低的葡萄 这两种策略分别适用在缓慢上涨或者缓慢下跌的市场中 在这一节课中,我们将介绍另外两种期权策略 分别是买入跨市期权策略 英文也叫long straddle 和卖出跨市期权策略 买入跨市期权策略 适用在当您认为价格要往某一个方向快速的运行时 换言之,这个策略适用在波动巨大的市场中 买入跨市期权策略是这样构建的 在买入一个相同的行权价格 相同的过期日的葡萄期权 因为整个策略移民也叫做买入跨市期权 我们来看例子 假设您认为square公司 在将来的几个月股价将会有巨大的波动 但是您不确定它将往哪个方向巨大的波动 那么您可以利用买入跨市期权策略来获利 您的做法是 买入一个square公司的可乐 行权价为55 过期日假设为9月21日 您付出了640美金的期权费 另外您再买入一个葡萄 行权价为55 过期日为9月21日 付出了530的期权费 整个策略您买入两个期权 总共给出了1170美金的期权费 买入跨市期权 最终的期权图形如右图所示 在股价上涨或下跌 突破盈亏平衡点时 您就开始盈利或者亏损 在这个例子中 当股价上涨到超过67美金 或者下跌到超过43美金时 您就开始盈利 在交易平台上 构建策略时都会有图形显示 盈亏平衡点的价格 您无需自己计算 我们构建的策略图形如下 横轴依然为股票价格 重轴为盈亏 整个图形如下方的黄色曲线所示 当价格停留在行权价55时 您实现最大的亏损 也就是1170美金 而当价格波动到超过67美金时 您开始盈利 或者当它波动到超过40 低于43美金时 您也会开始盈利 从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买入跨时期选 非常适用在波动很大的市场 当价格如果一直停留在行权价的附近 您无法盈利 而当它波动到超过盈亏平衡点 也就是波动很大时 您就可以盈利 而且这个盈利有可能是无限的 下面我们再介绍 卖出跨时期权策略 该策略跟买入期权完全相反 适用在当您认为市场波动不大 将在一个价格区间内载幅波动时 这个期权的策略构建是 卖出一个可乐的同时 卖出一个相同行权价 相同过期日的葡萄期权 卖出期权策略是这样构建的 假设您卖出一个Square公司的可乐 行权价为55 过期日为9月21日 您收到640美金的期权费 您在卖出一个Square公司的葡萄 行权价为55 过期日为9月21日 您可以收到530美金的期权费 整个策略您卖出两个期权 总共收到1170的期权费 卖出跨市的策略图形 其实和买入跨市的策略图形正好相反 如下方的黄线所示 当价格停留在行权价55时 您实现最大的盈利 最大的盈利也计1170美金 而当价格上涨到超过67 这个盈亏平衡点时 您会开始亏损 而当价格下跌到超过43 美金这个盈亏平衡点时 您也会开始亏损 所以从这个图形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策略盈利是有限的 亏损有可能是无限的 我们不建议新手使用 卖出跨市这个期权策略 利用期权还可以构建 其他各种各样的策略 不同的策略都有不同的实用性 交易者要明确自己 使用某个策略的目的 从而更好地计划自己的交易 在交易的平台上 通常都有工具 可以让您把自己的策略 以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 使您的交易更加方便和快捷 在我们最后三堂 石盘演示视频中 我们也会在平台上 向您展示 怎样去把自己的策略 给构建出来 再用图形表现出来 敬请关注 在下一个教程中 我们将介绍期权的各种风险指标 或者说是风险参数 例如期权衍生比率 包括Delta值 Gamma值 Vegas和Feta值等等 最后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 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在MarketNewbie的网站 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 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